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不懂侯友宜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要见韩国瑜 或者郭台铭的话 我常常讲他有很多方法 侯友宜又不是不认识叶元支 叶元支你遇到韩国瑜的时候 跟他问一下 那我时间空着 你打个电话我就过来 这是个态度嘛 那叶元支做不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啊 这个韩市长那个侯市长说 你有空的话他要过来 可不可以方不方便 不方便我们就不要对外讲 方便的话马上打电话 阿郭的 再来一下 没有嘛 这些动作没有的意思就是 我们一直觉得这些人不见韩国 不见侯友宜 其实你看久了 你会发现侯友宜想见的都会见到 这些人侯友宜根本是觉得见不见 无所谓 或者见了搞不好认为是不好 所以金府冲进驻之后 他的整合方式 我觉得会比较贴近侯友宜的想法 他未必要去整合这些人 那否则该以这个叶元支那一张相片来看 侯友宜做得到却不做 你如果是韩国瑜跟韩粉冷卵自知 来 余将军怎么看 所以显然是侯友宜不愿意跟韩国瑜见面嘛 要不然如果真的想见应该早就见了 再来金普冲的效果到底现在对于地方派系难道态度转变了吗 我觉得侯友宜的团队 还好换了金普冲 如果现在还是侯友宜团队自己在运作 侯友宜很快就垮了 他都用先放话 我7月份的活动 韩国瑜可能会来 后来7月2号不来 7月5号不来 你为什么先放话 要先确认再放话 你要先跟人家约好 要不然就是制造这种巧遇或是偶遇的机会 言宽很多可以在大甲镇南宫巧遇 巧遇还真巧在镇南宫巧遇柯文哲了 你没有办法去巧遇韩国瑜吗 韩国瑜的行程也很多 按照韩国瑜这么忙 他每天跑这么多行程 到你新北这么大 你不能巧遇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除非是你不想遇 除非是你不想遇 你刻意的回避 那你侯友云 那你怎么见得到人呢 这次到苗栗去 钟中景很明白 他讲他分得很清楚 我不是议长 我现在是县长 我县长行政中立 所以到市府来 我们只谈行政交流 只谈县政交流 只谈水果请销 我们不谈别的 这够明白了吧 这够明白了吧 钟中景我挺郭的 对啊 那柯文哲去为什么就可以 柯文哲不是也到苗栗去吗 他把一级主管 全部都找去了 那为什么就可以 那难道那个时候 他会变议长吗 当然不是嘛 那个心中的温暖程度 差很多啦 如果今天钟中景 真的要帮这个侯友宜 做一场 算是漂亮温暖的场子 我不要在市府 不要在县政府嘛 这么多地方不行吗 一定要在县政府 大家穿得整整齐齐 所有官员坐满满的 然后这样对谈吗 那一点温度都没有 就是不想要有温度啊 人家就是要分得很清楚 只想要有表明 对 我对郭台铭 我对柯文哲 跟对侯友宜 不一样 但是呢 我对侯友宜见面 是为什么 因为虽然钟中景 不是国民党党旗 他一直称之为 他是蓝营大兵啊 就是说我很想当兵 可是人家不让我入伍啦 我就在门口等 就这意思 总有一天等到兵营开门 就是这个意思 我蓝营大兵 只是门没有开 所以他必须要见侯友宜啊 侯友宜来我见啊 然后我完全按照行政规范 而且他很有讲法说 没有 这样子在保护侯友宜 侯友宜上午没有请假 来苗栗 来是做 宪政跟市政交流的 所以呢 我现在用这种态势 是保护侯友宜 下午他要去议会 他要怎么讲随便他 他有请假吗 那我觉得奇怪 那么侯友宜下午到 苗栗县的议会 难道这一些 所有的这个一级主管 都请假吗 对不对 还是一级主管 中午吃完饭 就回新北市上班了 留下侯友宜 跟他的竞选才会继续跑 跑选务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啊 如果你要分得这么清楚 就是这样 其实侯友宜这种做法 其实自欺欺人 很问题很大 都在跑总统大选的行程 问题非常大 硬要说这是什么宪政交流 你现在跑到那边去 好你上午是宪政交流 宪政交流是公务 下午开始你跑选务 你请假 那新北市的车子回去 侯友宜的车子去接 你用侯友宜自己车子去接 要不然就是你自己花钱 掏口袋坐高铁回来 你否则 本来就是假宪政的资源 在跑你选举的利益 所以你要分清楚 就像以前我们长官就讲 我以前有个长官 口袋摆两支笔 你知道吗 一支笔批公文 另外一支笔拿出来 写信给太太用另外一支笔 我看过这种长官 真的 我看过两支笔 我还特地问他 我长官 为什么你口袋摆两支笔 你搞不清楚 这一支雷诺的是公发的 这支秘书的是写信回家的 所以我一支笔批公文 一支笔 这个写信给他 我说你会不会拿错 会拿错 要把那支笔拿回来 补回来 我真的看过这种长官 我说哇塞 那如果你批 他公司分得很清楚 你批个渴 你写信给太太 就要多加一个 我可以喜欢 你叫多加个渴吗 他就说没有 这是一个态度 这是一个态度 所以说侯友 有没有展现这种态度 对不对 你去 你的车子去 回来你就做自己的车回 公司分明 要不然你就 金小道具就讲 那你就辞职 那金小刀 我觉得金浦松这一次 破例加入侯友宜的阵营 我是跌破眼睛 我想不透的 因为这两个人 他会卷入侯朱之间的那种纷争 他才不在乎 他才不在乎 金小刀不在乎 金浦松不在乎这个事 金浦松看朱立伦早就不顺眼了 你朱立伦搞什么非绿大联盟吗 你朱立伦搞什么不然不绿吗 你朱立伦讲什么九二共识 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他会开心吗 他当然不开心 可是怎么办人家党主席啊 所以说现在 趁着侯友宜要选 总统这个时间 我来介入 我介入是干什么 因为看定了你朱立伦这一场 看来是输定了 看来是输定了 那如果朱立伦输了 辞了党主席 请问下个人家党主席谁干 谁来干党主席 对不对 谁来干党主席 侯友宜若选输的 不可能干党主席了 那朱立伦也不会干了 一定也辞职了 那最佳这个操盘手 有没有机会 金浦松是做过国民党秘书长的 他做过国民党秘书长 金浦松也有企图心 他当当主席有什么不可 完全把国民党按照马英九的行诉 硕成马英九要的国民党 马英九的九二共识就重启了 背后是马英九的影子 马英九的两岸的思想的想法 就重新开始了 所以我就讲 金浦松来帮侯友宜 我说的往好处想 是让侯友宜这场选举 选得像一点总统大选 否则的话 是把新北市大城市小国 到他主意里面就是 新北市市长的城市的这个架构 来选总统不好看 金浦松下去 至少是一个总统大选的 一个模式一个态度 但是金浦松最佳的目的 其实侯友宜能救吗 侯友宜能救吗 金浦松真的是 金浦松应该心知肚明了 对 但金浦松要救的是国民党 如果按照侯友宜这种态度选下去 不但侯友宜会输 国民党会灭掉 真的啊 为什么 再这样选下去 小鸡跑光光 柯文哲缺的是地方的 这个所谓的区域的立委候选人 那我柯文哲可以不派啊 我在大安区就是罗志强啊 就是游淑慧啊 就是徐晓星啊 你看一下就来三个强将 因为你侯友宜扛不起来嘛 我柯文哲跟你一起 蓝绿大 这个非绿大联盟嘛 我就扛起来 等到选完之后 请问这些人会往哪里靠 会往票多的地方靠 那当往票多地方一靠的时候 那国民党不就泡沫化了 所以金浦松这次回来是说 至少侯友宜如果输的话 国民党又继续存在下去 国民党的魂不能没有 否则跟着侯友宜走 国民党就不像国民党了 国民党就像侯友宜了 就是呵呵做的事情 凡事不管 凡事没有政策 所以金浦松真的也辛苦了 但是呢 能不能合 能不能磨合 朱立伦不容许你磨合了 我还是党主席 什么叫老板 老板就是口袋拿钱出来 其他的事情交给总教练 交给操盘手去搞 朱立伦说没有 我是总教练 老板不是我 我要主导国民党的未来 我要主导不分区 如果变老板 不分区也是金浦松在瞧 不分区的名单 什么东西 也是金浦松在瞧 朱立伦怎么行 再次强调 别叫我老板 我是总教练 总教练是有权利的 谁打得好 我就叫他上场 谁打不好 就叫他下台 这就是总教练 那老板呢 只管亏不亏钱 这余湘松真的太了解 国民党了 这个可以看出金浦松 来担任侯友宜 原来背后 在未来还有可能是 国民党主席之争 国东哥怎么看 所以这显然 这一盘局 我们说侯友宜现在面对 今天去中东景 但问题是 他现在恐怕去见韩国瑜 恐怕效果都要比中东景 要来得更好 宇北辰刚刚的那个推测 确实是有一种新的逻辑来想 因为很多认识金浦松的人都觉得很奇怪 明知不可为而跳下去做 金浦松为什么要进入这场选举里面去 为什么他自己公开讲他跟侯友宜不熟 只是在旁观他是一个很正直 很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他会这样跳下去 而且他明知道这个政治变化 从他当年的秘书长 蔡超版跟到现在完全都不一样了 不是当年那个东西 不要讲我举个例子给观众听 花蓮就不一样了 十几年前你对傅昆吉那样子 当时他制止了 不准了一个 他们国民党提名的一个叫王挺申 他认为说施胜党是武党籍的 可是施胜党背后是傅昆吉支持的 那时候在斗的时候他赢 傅昆吉那时候不敢用力下去 所以施胜党当时是花蓮观光协会的理事长 是现任的花蓮商会理事长 他那时候喊出一个口号很动人心的 给花蓮人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那个口号打出来 结果国民党硬是换掉了 硬是让他落选 然后王挺申继续连任 那个战是十几年战 你现在继续要在花蓮打这场战下去吗 花蓮人会服气吗 所以实在在变了 当时我们搞不清楚说 为什么金普冲会要跳下来介入这场选举 不过我不客气讲 我们现在看金普冲对侯友宜现在的公私不分 采取什么态度 我不客气讲 侯友宜现在公私不分 比当年的韩国瑜还更糟糕 韩国瑜还有点 韩国瑜那时候出去跑 从从行程都坐他自己黑色的那辆车 他不住在市长官邸 在左营那边住了一个房子 然后自己的一辆车子 自己的司机接他去跑 你现在刚刚质疑得很好 你现在请假 结果你还在用你市长的专车在那里做的 在跑行程的话 那不对的 所以这些问题我一再提醒 这将来会是你很大的灾难 你要选总统的人 既然公私不分 好现在你去拜会中东景他们 我一直认为这是侯友宜想要跟黑金接触的一个破口 他知道没有这些人 他没有办法当行 他必须要去接触这些人 这些人绝对不能给郭台铭跟柯文哲这个拉走的 所以他把中东景当成一个破口 他进来去见了 因为至少中东景现在是五党籍的嘛 他去拜会假装是市政交流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朱立伦认证认定的一个黑金 当时朱立伦认定 所以总统警察脱党退党竞选吧 他现在你去了 那朱立伦你不是又被打一个耳光吗 你不是满脸豆花吗 你党主席认定的一个黑金 然后不肯提名他 然后你现在总统候选人去拜会 那我就觉得你们两 你们自己当你们两个人应该坐下来冷静谈谈 现在到底要不要 你又认为说当时郭台铭就是去跟这些牛鬼蛇神见面的 所以民调才会这样掉下来 标准是整个错乱 对嘛 所以从一开始那个什么黄科条款一直到现在黑金接触 全部都是资律轮 你简直是满脸豆花嘛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等着小金你要怎么解决啊 你真的要让总统候选人这样一路去 你现在总统你建完了 下一步是不是要跟去建延青标 再下一步是不是要去建张荣卉 你不建的话你当这个苗栗总统就结束的话 那意义何在 这样就能拉掉你的民调拉高吗 不可能吧 所以我说怎么走到这个地步 你一面又请金小刀来 大家眼睛睛看金小刀会替你做哪些事情 就你自己又在蒋庚皇他们议长安排之下 又去建这些朱立伦认定的牛鬼蛇神 你不是自己在冲突吗 可是谁能制止现在只有金小刀你能讲话 侯友宜现在我看那天记者会说 真的疑心有点不忍意 毕竟是老朋友已经认识这么多年 很少看见侯友宜在开记者会是那个样子 一排坐下来他那个脸色多凝重 你好不容易三顾茅庐请出金小刀来 结果你的记者会那个脸色这么凝重 讲不出一个什么道理给大家听 旁边那一群人坐在那里 大家一看哇那里等于就是像傀儡一样 如果支持你等于就支持你旁边那一群人 将来就这一群人嘛 那现在你要赶快弄清楚哦 如果你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 是听这一群人在指挥道路的话 那大家想说你我到底是挺你侯友宜的正义形象 公司分明还是要挺这一群人啊 现在搞不清楚 你会让支持者说 这好像因为我们一期 你做市场没什么样的这一群人都照出来 这一群人真的能够 让你侯友宜民调升高吗 我打一个大问号 好这个侯友宜呢 今天跟周冬景会面 强调是市政交流 来一算一算 因为现在新北市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还是是侯友宜的一个地下的禁总的一个总部呢 因为这个卓冠廷他今天有这个爆料嘛 就是说新北市的阵风处 这里说是应该要这个发掘贪毒嘛 现在反过来教新北市的公务员 如何面对司法的搜索 搜索该怎么办 约谈该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子呢 新北市的公务员 难道不会觉得自己的角色错乱吗 新北市这几年 这几年 我就讲这几年 各位观众 你只要手机拿起来 Google打新北市弊案 我听不听 有那种驻渡中心的都庚案 有消防局 连那个CPR也有弊案 教育局的营养午餐 水利局 拆除大队 殡葬处 都这几年的事情都弊案 这些弊案都检掉去冲的 都不是政风处 理论怎样说 我们这些市府来 如果局处暖床的时候 政风处接获检局 政风处要去抄嘛 结果政风处没抄 都检掉在这里 弄这一抄 弄这一抄政风处很没面子 因为现在他们市長 又要选总统 现在新北市 不敢说有一个什么 处一个局 处中央抄去 处中央抄去 蔡充大队 处抄去 所以政风处多职 政风处今天就 处新北市的公务人员 来来来 我跟你说 如果检掉来敲就对了 敲的时候 第一 你要说 收拾表拿出来 这我们看电视 看电影都有 好 拿出来 这没问题 第二 我跟你说 检掉来来 冲你的办公室 他会拿走什么东西 他会把你的公务人拿走 他会把你的手机拿走 他会把你的电脑拿走 什么东西科应地都拿走 他会把你的形势力拿走 把你的银行的存折 你的现金 你的信用卡都拿走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办公室不能放这个 你办公室把这个剪掉 你不要冲的时候 把你冲掉 所以说 你如果参与到什么必案 现金不要放办公室 铺子不要放办公室 手机不能扎 什么办公室 不要有电脑 不要有notebook 那公文不应该存在 都把它消灰掉 证风处在夸 在夸这公部人员说 这错乱 心北市府变了犯罪中心 哪有在正风处夸 在夸大家说 剪掉 去穿这 所以大家得注意 要注意 这很像那种犯罪集团 要夸夸一些新的小弟车手 我跟你說 你如果去領錢的時候要注意 要怎樣怎樣 照戰守則 政風處你是有這個查閉案 在抄這些貪官汙吏 這些公務人員 你是要把他們繩之以法 最好是市政府裡面的政風處查財 自己去報檢調來調查 因為你比較沒有司法權 可是你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呢 政風處是可以到各局處調公文的 調公文 有人怕去說這個局長 沒事核准的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恐有趟章王法 政風處是可以去的 結果政風處在教這些公務員說 我跟你說 如果有人去抄議 你這都要注意 你辦公室不能放這個 你如果放這個叫他們抄議 這個很奇怪 難道新北市政府 主起了這種堡壘模式 為了保護侯友宜 大家都不能再出事 所以提醒政風處 新北政風處 提醒所有的局處長 提醒所有的科長 所有的股長跟懲罰人 要記得 這些東西沒事不要放在辦公室 如果所有委託 所以其實我們跟新北市政府 會買很多的做什麼 把那些紙裁掉的 碎紙機 碎紙機 趕快衝衝 不然人家會去弄抄議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新北市政風處你要出來 政風處其實是法務一條邊的 我覺得這個法務部也要出來 猛新北政風處 中央應該要去 你們在搞什麼鬼 因為這個政風處的指派 不是新北市長可以派的 是中央派來的 那這個政風處到底在搞什麼鬼 為什麼要交新北市的公務員 大家要注意 遇到搜索的時候 這些可能會被拿走 到底是什麼意思 郭台銘的動態 現在藍營是緊盯著 這個挺藍的媒體人王淺秋 他今天在他的節目當中就說了 他說他透過管道得知 郭台銘打算獨立參選 然後在台中跟中部地區 要發起連署了 然後王鴻輝去參加他節目 他就說郭獨立參選 可能落在7月23號 國民黨全代會之前 而且他說郭台銘獨立參選 對柯侯不利 細卡都賴清的做夢都會笑 來清王 現在所了解到的 郭台銘在台中 已經開始在佈局連署了嗎 時間點應該是落在郭台銘 去美國跟季辛吉見面完回來之後 目前傳出來的消息是這樣 那時間在什麼時候呢 那郭台銘目前規劃 要到美國去找季辛吉之間 是在7月10號的時候出發 那所以有可能會做到 在7月10號到7月23號之間 因為國民黨是7月23號的時候全代會 所以郭台銘有可能在這段時間裡面 會可能會宣佈他要獨立參選 然後發起連署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這樣講 來 你從三個部分來做判斷 第一個部分 是你看今天出來講的 都是國民黨的人 那國民黨這幾個人 包括王鴻輝 林維州在內 他們也都確認得到這樣的消息 跟我們前幾天在節目上 告訴大家是一樣的 我們前幾天在節目上就告訴大家 郭台銘身邊看起來 已經有人在主動聯絡媒體人 跟聯絡幾個常上節目的人 那表示說郭台銘可能會獨立參選 那這件事情也伴隨著另外一個消息 是說郭台銘要併購民眾黨這件事情 所以消息放出來這件事情 現在連國民黨自己黨內都跳腳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在之前的態度是 包括原資在內都覺得 相信郭台銘會信守承諾 最後還是會支持侯友宜 可是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內的人現在急了喔 因為連國民黨自己得到的消息 都是郭台銘可能要獨立參選 所以你看王鴻輝講說時間點 他跟我講是一樣嘛 是落在7月23號 國民黨全代會之前 那林維州是講什麼呢 林維州現在是把他講成說 都是傳聞啦 國民黨要趕快去跟郭台銘談 什麼意思 林維州會講這個話 意思就是林維州也擔心 這件事情會成真嘛 他也認為郭台銘就是往那個方向走嘛 所以從國民黨這幾個呢 反應你都可以看得出來一件事 就是郭台銘要獨立參選的機會大增 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 確實在國民黨跟國民黨有關的裡面 是有人在力挺郭台銘在幫他的 什麼意思 你看喔 現在傳出來的消息是 台中跟中部有個地方的 重量領袖的人物 不只一個啦 只好幾個啦 會幫郭台銘發動連署 那所以郭台銘至少要有29萬份的連署書 這些人都在幫他 因為除了中部之外 你知道是屏東縣議會議長週點論 看起來也是支持郭台銘的嘛 雲林的張榮蔚 看起來也是支持郭台銘的嘛 那甚至台中的言清標 你去注意一件事喔 這個顏寬恒不管跟侯以儀見面 或是跟柯文哲見面 你都沒有看到言清標 這兩個人都沒有見到言清標 那你看只有誰見到言清標 郭台銘見到言清標 也只有郭台銘跟言清標 兩個實質緊扣 所以換言之 國民黨這些地方的投人 你可以看到的是 都是表態要支持郭台銘的 而且我再包一個料啦 就前幾天呢 台北有家餐廳的開幕 有很多重量級的人士喔 其實跨黨派到現場去 那結果你知道 對於這個現場的藍營的人士來講 裡面呢有好幾個議長喔 包括像邱益勝跟蔣跟黃 這些就是支持侯友宜的嘛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張榮衛跟這個周典論 這就是支持郭台銘的 所以在現場在那餐廳裡面 開幕式的互動裡面 雙方氣氛還是很尷尬 那中間我剛剛講 是前幾天發生的事情對不對 那所以到現在為止 你可以發現侯友宜 在國民黨內的整合 根本就沒有完成 而且支持郭台銘這些人 還是堅持要支持郭台銘 然後在現場更有趣的是什麼呢 在現場更有趣的是呢 現場因為同時間 傳出來消息說 聽到說這個金普聰要擔任 侯友宜的這個執行長 那這消息一傳出來之後呢 現場就有個 國民黨的地方的大佬說 那不然是要提前打包回家了嗎 他講誰要提前打包回家 你知道嗎 他講的是侯友宜的選情 是要提前打包回家的嗎 所以他反映出來一個態度嘛 就是國民黨這個地方的頭人 對金普聰 他們應該說他們聽到金普聰 要擔任侯友宜的執行長了之後呢 這些人對金普聰是有意見的嘛 他過去可能是有恩怨的嘛 所以聽到是金普聰了之後這些人 這些人這一句話叫做要提前打包了嗎 等於表態他們的態度 意思就是金普聰要去侯友宜那邊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放聲侯友宜了 我們就顧好我們自己在地方就好了 所以這些人的態度是很分明的 那這些人的態度現在有可能會支持誰 是可能導到郭台銘那邊去的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當郭台銘現在越來越多的消息呢 看起來他要往獨立參選去走的話 消息越多 而且是由國民黨放出來 看起來機率是真的在增加當中 你們綠營怎麼評估郭台銘有可能成為第四組的候選人嗎 第一個金普聰入政 侯友宜要換掉的機會降低到幾乎零 所以換侯無望 我還是要說我認為侯友宜是比柯文哲比郭台銘強的對手 畢竟他手上擁有這樣的組織跟資源 可是現在你看看郭台銘的狀態 換侯無望 那郭台銘還需不需要再寄望再等國民黨 不用等了 就不用了 我昨天也在某個參會上遇到了 跟郭那邊熟識的人 他直接說郭一定選 喔 這樣 他是認為 他的認為 那郭要不要選 我們現在去觀察動作 我本來認為說郭就初選沒過了 對 當然你希望 不會選了 我真的已經節目講過不會選 可是現在郭台銘的動作 就如同這個普里格金要進軍莫斯科第一晚 一樣真你知道嗎 就第一天晚上你看到普里格金的瓦格納 沿著羅斯科夫一直往上打 那一天全世界的網友都在網路上等說 好像真的 只差600公里了 只差400公里了 只差200公里了 郭台銘目前要選總統的拜訪 動作 7月份要去美國了嘛 這些動作呢 就如同瓦格納第一個晚上 要打進莫斯科一樣真 那瓦格納是撤了嘛 撤了之後你現在看 今天看到該逮捕的逮捕 要清算的清算 所以郭台銘要以瓦格納為界 你要玩要玩真的 不要玩一半就縮回去 那現在郭台銘如果要選 如果如同他的友人所說 如同他的動作所證 他只有兩個選擇 自己連署獨立參選 或者整合柯文哲民眾黨 拿那張票參選 這兩天郭台銘講了一句話 讓柯文哲說 不要這麼說不要這麼說 我們不敢聽 嚇到大家了 嚇到大家了 他說我是有能力 詬病民眾黨的 那他要怎麼選 他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他知道郭台銘能夠做到一方之霸 企業財閥的大老闆 他的頭腦不差 他知道他獨立參選一定第四名 郭台銘獨立參選一定第四名 不用賭也不用比 但是郭台銘如果把柯文哲整合起來 不管誰贈誰負 那就那老三搞不好還是侯友誼 所以郭台銘現在 郭台銘如果真的出來選硬逼著 柯文哲給 他沒辦法逼柯文哲 他只能跟柯文哲講 讓大哥選一次吧 郭台銘有很多方法去整合 詬病是一個方式他自己嘴巴講的 就是說郭台銘應該要想辦法 去跟民眾黨做整合 這樣的整合 對他們兩個應該會最有利 對國民黨可能是一個 甚至於是瓦解的警鐘 因為你看藍營的這些媒體人 跟王后衛都說 哇那就對他們極為不利嗎 郭如果去跟柯文哲整合在一起的話 他區域立委就一定要好好弄 那國民黨就只有兩 國民黨這些區域立委就兩個選擇 帶槍投靠 或者等著被分裂而剿滅 柯文哲有這個 就是他們現在有個戰術的 戰略的優勢 戰略都是希望把選票極大化 可是民眾黨的柯文哲 或者未來的郭台銘 相較於國民黨 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戰術彈性 他區域立委都還沒提名 來許仲江 你現在是國民黨提名的立委 你支持我 我不提名人 我還可以在廟裡陪你拜拜偶遇 很有緣分 你不支持我 我提名一個下去跟你拼 我擴大我不分區的盤 我區域 我了得起 國民黨沒有這個彈性 民眾黨有這個彈性 那老講不要老毛要 柯文哲是非常崇拜毛澤東的 所以這個戰術彈性 在民眾黨有 郭台銘也有 所以郭台銘在7月份 7月23國民黨全代會之後 他跟柯文哲會不會整合 會不會成功我不知道 但他會往這邊去努力 應該是可以預期 余將軍怎麼評估 郭台銘一出來 對於侯科是比較不利的嗎 我要講喔 郭台銘一定會連署 但是會不會選到底 決定權在於侯友宜 對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柯文哲說 哎呀那個大老闆搞不懂 商業併購跟政治併購不一樣 對 柯文哲講對 商業併購用鈔票 政治併購用氣勢 可是呢 如果郭台銘自己沒有參選權 那哪叫併購啊 那叫購買 如果我沒有參選權 我要靠國民黨 或是靠民眾黨的這張門票 我才能參選總統 這不叫併購 這叫購買 我直接下標購買而已 他不是要購買 我要併購 政治併購不用錢 政治併購不用錢 侯友宜 如果你的氣勢 在金虎松這樣加持之下 沒有衝破25%甚至30% 那你侯友宜會贏嗎 不會贏的 不會贏的 那如果你就保持在 17到15%中間 那麼郭台銘就有併購的條件 我獨立參選 我自己出來連署 從9月份開始60天 郭台銘現在早就在佈裝了 什麼叫佈裝 哪些人可以幫我連署 我名冊都造好了 我都造好了 之前跟地方議長 不是一直密集在談嗎 就分配清房幫我連署2萬個 對不對 老師幫我2萬個 益川幫我2萬個 分出去很快 10個投人就20幾萬 10個投人就20幾萬 都已經分配好 明冊都有了 就等9月份 好我要連署 啪就開始連署 我告訴你 連署60天 郭台銘6天就完成了 6天就完成 都已經佈置好了 而且那時候的氣勢跟支持度 恐怕也會產生變化了 他只要完成以後 他就有叫板的資格 會有叫板的資格 我是可以自己選的 我不一定要用民眾黨 我不一定要用民眾黨 比如說像柯文哲 他現在的支持度 也許到3 會不會消風大半 跑到郭台銘那邊去 如果掉了 如果他一連署開始 對不對 他連署60天 6天之內完成29萬的連署 那不得了 甚至更多 他的氣勢會不會衝 會衝 那至於說 從我開始連署 到我登記參選 還有60天的時間 這60天就是斡旋 就是併購 如果這60天之內 你侯友宜的 啪啪啪啪啪 掉到15%以下 這自然併購了 我就一定報名 我就一定參選 如果到時候我連署完 29萬 28萬 侯友宜的這個支持度 啪啪啪 變40%了 那郭台銘就不選了 對 那就不選了 所以這就跟當時那個皇帝 蹲下來問 丐幫幫主一樣 他說 你丐幫弟子 千萬 我怎麼能不擔心 然後這個丐幫主 就跟皇帝講 蹲下就不要起來 決定我丐幫 徒弟有多少人的 不是我 是你 為什麼 如果你一名神武 鬼胎要當乞丐 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侯友宜 一名神武 支持度衝到40%以上 我郭台銘怎麼參選 所以我講 決定郭台銘參不參選的是侯友宜 那至於郭台銘 那侯友宜 有可能到40%嗎 那當然要等到皇帝來說 我們都不懂 我們不懂 他可能不能找一個好的醫生 他要找神仙 因為他要的是重生 他不是要大病出獄 他要重生 所以我說 郭台銘會不會連署 一定連署 那參不參選 決定前侯友宜 讚你了 翼酸兄你在中部 應該有些耳聞吧 現在到底是 中部地區 為什麼王岐城說 經過管道得知 那郭台銘會他的起手 是先從中部這邊地區 開始連署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曝光出來的 這些議長 都在中部嗎 苗栗 南投 台中 彰化 對不對 雲林 都在中部 就在中部 那第二個是 當金普聰進來之後 那郭台銘的路 就一定切掉了 這郭台銘很清楚 那這些議長的路 也切掉了 因為 金普聰沒有必要 跟這些議長談 那這些議長有沒有必要 跟金普聰談 也沒有 這議長沒有選機 這些議長沒有一個 要選立委的 所以他們都沒有差 好 那接下來就是 這個郭台銘跟這個侯友宜 不會合了之後 那郭台銘還要玩什麼呢 金普聰不會理郭台銘的 那郭台銘你去連署多少 嚇我無關 好 因為我已經叫他全面挺侯友宜的 那郭台銘現在做什麼 郭台銘現在就是 剛提的 我就展現我的實力 他跟誰 要要 跟柯文哲嘛 他當然在金門跟柯文哲 所有的可能都討論過了嘛 可是柯文哲不會跟他具體承諾了啦 那郭台銘就趁這個時候 把這些議長全部摳在一起 那 因為有人選舉都要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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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喔 我現在要連署二十萬 二十萬連署我給你柯文哲看 我是有的喔 我這二十萬人的連署 這些議長 我可以把你揪來 整群都揪來說 我都專門挺你 那柯文哲會不會需要合作 柯文哲當然會需要合作嘛 那也許就說 好我現在有二十萬的連署了 好你柯文哲要跟我合作 不然我們兩個再做一個民調看看啊 不一定我比你更強了 那也許這個空間都還留著的情況之下 這個郭台銘 就去做這個努力嘛 那做完這個努力 也許連署不到啊 也許這個金小刀什麼 那倒得亂噴 噴到這幾張全部撈起來的時候 郭台銘連署不到他也下課 可是郭台銘一連署到 他就有機會跟柯文哲討論說 我就全部支持你 或者是說不然我們兩個來民調 不然這是什麼部分區議員 你噴幾個話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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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這個時候柯文哲看到郭台銘 真的有辦法擺平這些中部的議長 所以柯文哲的態度也有可能轉變 柯文哲沒差 柯文哲的都要等就好了 但郭台銘展現你的實力 郭台銘真的不是假的 看情勢變化就對了 這議長真的挺有的 這聯署書特地都真 不然我們來講看看 他未必是政府的搭檔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組合都有可能 所以現在就是郭台銘展現他實力 不過郭台銘展現這些實力 金補充完全不會插皮 金補充就弄他的 可是他可能會吸到 侯友原本這些比較深藍正藍的一些選票 然後再來柯文哲本身也會受影響 那難道他們完全就是讓郭台銘自己去發展嗎 不是 郭台銘他只是在展現他的實力 郭台銘能夠得到的聯署 都來自這些議長 就是金補充最討厭的這一批人 這些帝銘派也是金補充最討厭的 那郭台銘當然就展現了這個實力 因為這些聯署都來自這些議長 這些議長下面的那個系統叫做議銷 議銷的系統 那個聯署起來的數量也是非常龐大 接下來還有一種叫農漁會系統 你說昌榮會那個就是農會的系統 那個聯署起來也很驚人 那這些人要不要展現他的實力 譬如說阿米仔到五萬頂 漂仔到三萬頂 何勝峰到幾萬頂 這應該是不困難就對了 不困難 當然不困難 他們以前有辦法去操縱這一些派系 包括在代表會議長傳長 代表會主席議員議長 人家都整頭的 農會總幹事 農會代表 農會理事長 議會 那個是一整套 有非常綿密的組織 這個以前是國民黨最擅長 所以這輩人就是金補充最討厭的 這一輩人 所以郭台銘抓到這一個 展現實力 最後就有機會